我們來看看這一題 他說兩端開口的圓桶就這一個 這兩端都是開口的圓桶 在底部開口與重量極輕的塑膠片一起緊密壓入水中 也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圓桿 開口的圓桶 下面放一個塑膠板,把它壓緊 一起壓到水裡面 是回答下面一到四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發現塑膠片在水中,它不掉下來 那因塑膠片受到水的什麼 往上的那個壓力 所以第一個空格是上壓力 馬上看第二個空格 第二小題 第一小題 壓入水中越深 塑膠片受到的壓力會越大 而且壓力是等於HD 如果不考慮大氣壓力的話 如果考慮大氣壓力也是HD 為什麼 因為這裡有一大氣,這裡也會有一大氣 除了一大氣壓還多出什麼呢? HD 跟一大氣壓底下還剩下HD 也就是說 它兩個受到的壓力跟壓力差 上是HD 所以它不會掉下來 所以是遇到 所以是遇到 你壓得越深的話 它的那個上壓力就越大 讓你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它說,如果圖中H 這個就是等於20公分 當由上端桶口注入桶內 把水這樣注進去 注入幾公分生死 塑膠片所受的 什麼等於什麼 應該是下壓力等於上壓力 就是說 你壓住什麼呢? 注20公分的那個高度的話 這個時候 上壓力跟下壓力就一樣了 那它就會掉下來 為什麼? 因為它還有一個重量 重量會把這個呢 塑膠片給拉下來 所以第二個空格是20公分 再來的話是下壓力 要等於上壓力 變因塑膠片的重量可下沉 再看看 第四小題 乘第三小題 金改向銅類注入的密度 注入密度 這D是等於0.8克 每1公分 那塑膠片 那這個 裡面跟外面的壓力差 這液體的壓力差 要多少塑膠片才能掉下來 不曉得 你注入的這個 液體的壓力如果是0.8克的話 那麼 這裡的壓力跟這裡的壓力要一樣的話 這樣的話就會等到 就是說 這個外面造成的壓力是等到 是的 HD H乘以0.8克 那我們忽略那個大氣壓力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水的上壓力 上壓力多少 就是那個 20 H 滴滴的話 是水的那個密度 這樣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這是五分之四 四五二十 所以H的話 這裡的話 是25公分 所以這裡的話是2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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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這個呢 那個液體的高度差 這裡就好 這裡就五公分了 所以答案是五公分 第四小題是五公分 就這樣了 好嗎 我們在這裡 好嗎 好嗎 對